前文在族书接上一回 说是完成至打低敏子华和洞元的长剑 跟着一招寒压腹水扑下去 执起双剑手腕一阵 他大声说 你们没见过一个人使两仪剑法 现在就留心看着 只见他双剑没开 左弓右手 游击了他 一招一式果然和两仪剑法毫无两仰 剑招繁复变化多端 洞元和敏之华刚才分别使出 人人都已经看见 现在见他一个人双剑 竟然包括了先都派两大弟子的剑招 哇,个个都大吃一惊 完成战宝都兴奉 剑气如虹,勢弱雷挺 真是有气吞何乐之概 两仪剑法六十四招洗缘 只听到一声大渴 双剑脱手飞出 插入屋顶条大梁上面 一截入到剑柄 你一下天外飞龙 他说,华山派木人称的绝招 完成至绝技一出 垂手退开 只听到大厅里面彩声四起 鼓掌如雷 不过完成战宝的心 就暗暗后悔了 哎呀,糟了 我使得兴奉 竟然用了本门的绝招 疑似那个门人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清清大叫说 啊哈,有人要叫我做阿爷了 梅建和黑了脸 手按剑柄 郑起雲笑意说 赵姑娘,你赢了 请收去它 徐手中金元宝一推 软而恭身多谢 他说 郑伯伯,我代你赏给人了 他高声地说 这里有九千两银 是郑岛主 跟我贪玩书岛的彩金 各位这么远来到 金龙帮招待北周 非常惭愧 现在借花献罚 众位前辈叔伯 兄弟姐姐带来的 伏从管事 每位奉送白银一百两 明天我就派人送到 各位的御所了 众人见到不伤人命 解了这场冤仇 金龙帮处置得也非常妥当 都很快胃 只是敏子华和动员 打到大书特书 未免面上无光 赵姑娘又说 在下当年盛情急躁 造势妄撞 以至失手杀了敏二爷的兄长 实了万分惭愧 现在 当着各位英雄 向敏二爷借罪 软儿 你向文叔叔行礼 一面讲 一面向敏子华作一 招软儿是晚辈 就跪低叩头 敏子华有言在先 江湖上好汉 说一是一 自己如果反悔 请来的朋友 未必肯再帮助自己 这个金蛇狼君的弟子 武功这么高强 自己完全不是敌手 而且看了那两封书信之后 我心也知道自己这边不对 不如趁此落台 于是作一还礼 不过想起过世的兄长 不敢流起眼泪 资公礼说 敏二爷宽洪大量 不够既往 兄弟感激不尽 至于输到那间大屋 看来这位爷台 仍然是一句笑话 不必再提了 兄弟明天马上帮两位爷台 另外住那间大屋就是了 清清下爬一额 他说 那不行 君子一言 败卖一边 说了个说话 怎么可以反悔不算呢 众人都打得了个突 他们想 资公礼建 答应另外买过大屋 他买过大屋 给敏子华的住宅 好过十倍都不止了 何必一定要落人来的面呢 这个白板仔 太过不会做人了 资公礼向清清作了一句话 老弟台 你们两位的恩情 我永远都报不了了 麻烦老弟台再帮我忙 兄弟在南门有座花园 在南京都算是有名气的了 请两位上光收起他 总之 当我两位情心满意就是了 清清说 这位敏爷先头要杀你报仇 你说不要杀我了 我另外拿个人给你杀了 这个人在南京的叶村里有名气的 请敏爷上面杀了他 担保你杀得清心满意就是了 他肯不肯呢 你说 资公礼给他得了几句非常不好意思 说不出说话了 然后苦笑几声 他转头对他女儿说 你位爷台既然喜欢敏二叔的住宅 你派人将四千三万两银的屋价 等会儿和敏二叔送过去 敏子华说 算了算了 我还要什么银 大丈夫一言几春 事马难追 我和赵帮主的冤仇从此一笔大火 兄弟明天就回到乡下 担死耕田 再没面子在江湖上撈 这间住宅 两位拿去就是了 顿顿跨向众人作一 他说 各位好朋友这么远来帮助 谁知兄弟不争气 学艺不精 不能够和过了世的兄长报仇 令各位白行一趟 兄弟将来再报答各位了 愿凌智建说得爽快 只觉得刚才过分租资他了 不留于地 好过意不去 就说 敏二爷 你孙拜在我手下 其实我的功夫 和你 和动员道长差得很远 请两位不要介意 敏会刚才无礼 认真不对 跟着两位道歉 讲完 向着两个人深深作作一遍 跟着飞身跳起 把屋梁上面两把剑下来 打横托着一手还给两个人 众人见他飞身拿剑去轻功 有得大声喝彩 人人都想 这个黑面少年 武功奇高 有欠信之礼 顾着人家的面子 不过自欠功夫不及人家 却是谁都不信 完成之友说 两位不是输了给我 而是输了给金蛇大俠 他估到两位的招述 就吩咐万辈固意轻抗 装模作弱 击到两位生气 就乘机取胜 万辈对两位不敬 实在不是有意侮辱 而是用激将法 使得两位十成的功夫 只是使出一成 金蛇大俠当世高人 武功深不可测 万辈也不能说 真是他的传人 只不过偶然相逢 奉命来到解围 和那位讲和而议 两位放在他手上 不怕不好看 敏辉说句不好听的话 莫光两位 就是专师黄牧道长 当年对金蛇大俠 也很佩服 动员和敏梓华 对这番说话 虽然是张信张疑 但已经心平气和了 动员说 施主比我们面子 我们频道多谢 请靠施主高姓大名 完成自想 再不敢指姓什么 对方必定会说 我看不起他 于是指着清清说 这位是金蛇大俠的的字 姓夏 晚辈姓远 很多人都不知道 金蛇狼君的姓名 到现在才知道他姓夏 敏梓华向朝礼作了一句 他说 滚搞了 高辞了 赵公礼说 明天兄弟再去苦仲赴京请罪 敏梓华说 不敢当 群浩正想走出去 清清忽然说 半缺见书岛又怎样 朝怨而见父亲解决大难 心都不知多欢喜 就不愿再搞出这么多事了 他连忙说 夏爷 请他内堂奉茶 这些事不必提了 清清说 还有个小子 还没有叫我做阿爷 那不行 他赢了魏国公次帝 本来已经心满意足了 但刚才梅建和说 朝怨而对玄成志一往情深 你这句说话 他是耿耿于怀 不肯就这样了事 梅建和 本来见玄成志武功高强 心发怪异 就很不想和他打 但是清清真 尾这么扭打 就怎么都忍不住了 指着玄成志说 你是什么人 你双剑插梁 从这招天外飞龙 在边雪偷学回来的 快点说 袁成志说 偷学 我为什么要偷学呢 孙仲军骂他说 呸 贼仔 偷学了还想来 梅建和冷冷地说 那你是从边雪学回来的呢 袁成志说 我是华山派门下 孙仲军走上一步 指着他这样骂 你这个小子 托着什么金蛇银石的招牌 出来招摇 人家不知道你的来历 就只有由得你乱一通 好啊 现在又说是华山派的了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门户 哈哈 假理鬼 遇上真理鬼了 老实跟你说 我们三个人就是华山派的 袁成志说 我早就说过 我和金蛇狼军没什么关系 不过是他这位公子的朋友 至于你们三位 我早就知道是华山派的 我们是一家人 三个人当中 刘培生比较持重 他说 黄思伯的门人我全能认得 不过没有你老哥在内 孙师妹 你有没有听说 黄思伯身近收了什么徒弟啊 孙仲军说 黄思伯的眼界多么高啊 怎会收这种招摇撞骗的人才行 袁成志不动声的说 没错 同不铁串盘黄思伯的眼界的确很高 众人听他称黄真 做黄思哥都吃了惊 刘培生说 你叫谁做黄思哥啊 袁成志说 我师父姓牧 名为上人下清 江湖上专称的老人家 做神剑先远 同不铁串盘是我大师兄 梅剑和听袁成志自称的 华山派门人 本来就有些章信章疑 因为他或者是大艺头师 新人摆在黄真门下的 现在听他说 竟然是师祖的徒弟 那显然是吹牛啦 他想师祖素来行踪飘昏 自己也只见过他三面 师父神权无敌归身住 就来五十岁了 这个小子年纪轻轻 居然来冒充自己的师叔 真是大胆狂妄之志 就冷冷地说 照你这样说 郭霞是我的师叔了 袁成志说 不过我真是不敢认三位做师祖 梅剑和听他的说话 有些嘲讽的味道就说 啊 莫非我玷污了华山派的明星吗 师叔大人 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你教训一下我们三个可怜的小师祖 梅剑和的年纪已经有三十六七岁了 这样说 敏方的武士都含声大笑起来 袁成志很严肃地说 贵师哥如果在这儿 当然会教训你们 梅剑和生气 吹一声长剑出竅 骂袁成志说 你这个小子还在那儿胡说一通 朝公礼见到事情本来已经平息了 现在为了知智小事又起争端 所以很招金 他联盟说 你为袁爷开玩笑 梅爷不用生气 来来来 我们大家来喝一杯和气酒 他这样说 显然不信完成这些梅剑和的师叔 梅剑和高声说 我说你听小子 你就是叩头叫我三声师叔 我末影子都不适应你 这边清清大声说 喂 末影子 你叫我一声阿爷先 道书所想赖帐 是不是 袁成志转头向清清说 清弟不要胡闹 又对梅剑和说 贵师哥我还没拜见过 你们三位又给我连掌 照理说我的确不配做师叔 不过你们三位这次做事 实在太不应该了 贵师哥知道了 会很生气的 梅剑和相微直树 仰天大少 他的心愤怒到极 他说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个小子真是教训起人上来 我到时要请教一下 我们三个人什么地方错 朋友有事 难道不应该拔刀相撞吗 袁成志好严肃地说 我们华山派封祖师爷 传入十二大界 门人弟子无必遵守 第三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十一条是什么 梅剑和打一突 还没回答 孙荣军拿一半决断剑 猛向袁成志面门 扔过去 他说 想你华山派功夫了 青光闪上 急飞向前 袁成志等断剑飞到近了 左掌平身向上 右掌向下拍拍的声 将断剑合在双掌中间 他说 这招叫做横拜观音 对不对 梅剑和刘培生又是打个突 他想 这招确是本门的掌法 不过这招是用来拍击敌人手掌的 他变化了来接剑 手法巧妙到极 不过师父没有教过我们 刘培生走上一步 他说 我说刚才所使的武术本门掌法 最下要想请教 袁成志说 刘大哥 你爱好五丁守 五丁开山 必定权力掌力非常使得 本门的伏府掌法 和砧石破肉两路拳法 真是很有心得 刘培生看到袁成志刚才这招 已经十分佩服 就说 在下不过学了师父所教的一些皮毛 说不到什么心得 刘大哥不必过谐 你和尊师对打 他如果使了真功夫来 比如说 使了抱圆劲或者混天功 刘大哥可以接多少招呢 我师父耐力深厚 和徒弟过招从来不用耐劲 否则我们一招也挡不住 如果只是拆拳法 那开手十招 勉强还可以对付 十招以后就认真吃力了 尊师爱好神拳无敌 拳法实是精妙到极的 刘大哥能够接到十招以外 在江湖上已经很少见 五丁守三个字 当之无愧 这只是人家开玩笑说的 我的功夫还差得很远 特宰愧不敢当 孙仲军听他的语气 对这个少年竟然越来越恭敬 直接想认他做师叔 就很生气地说 刘大哥你做什么 人家乱吹几句牛 就在吓怕你 完成之不理他 问刘培生说 要怎样你才相信我是师叔 刘培生说 我想请你跟我过一招 确实本门权法 确实比我好 完成之是见过 梅建和和孙仲军两个人出手 估计刘培生的武功 跟他们相差不远 就说 你说你师父如果真是洗出内劲 你怕一招都接不住 我的功夫比尊师自然大大不如 他洗一招 我要洗五招 你只要招得住我五招 那我就假冒 好不好 梅建和本来担心师弟未必能够赢他 但听他竟然说只用五招 就能够将同门当中拳阀第一的刘师弟打倒 好即刻放心 他必定是乱吹牛 插口说 好 就这样 刘培生说 刘培生说 我功夫不到的地方 请你手下留情 完成之万元走我去说 我第一招是石破天经 你接招吧 刘培生说 好 但我心想 跟人打斗 哪里有将自己的招数 告诉别人先 其中 实有蛊惑 叫我留心上盘 就出其不意地攻我的下盘 于是右掌虚党面门 左拳横手丹田 等于袁承志攻来下盘的时候 立即尋拳下击 只能袁承志说 第一招来了 左掌虚虎 右拳 嘘一声 在帐风之中猛穿出来 果然就是华山派的绝招之一 石破天经 刘培生立即向右掌党格 袁承志一拳上打到他面门 忽然间停住 他说 你为什么不信我的说话 单掌挡不住 要双手同时来以得 刘培生见他的权势 已经知道右掌无法制阻挡 硬见你一拳 就要打到自己流鼻血了 都不知几招急 好歹他的权势忽然间停住 就连望看左掌 商掌铁山横门 嘘一声 魂敬吹出去 袁承志这样才一拳打落 跟他相掌一顶 刘培生只觉得掌上压力沉重到极 相比辣辣声 他想 他这拳在中途亭主 又再跟着激出 不是收拳再发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经历呢 袁承志收了权 以后三招我连气发出 就是力砍三关 抛砖引玉 金刚切尾 你怎么抵挡呢 刘培生毫不思索就说 我用封闭手 白云出走 旁花忽柳接你 前两招就对了 后面那招不对 虽然旁花忽柳手中大功 如果和世军力敌的对手过招 那当然好得极了 但是这招要回首反击 手遇的力量就减了一半了 我这招金刚切尾就接不住了 那我用千斤罪地 没错 接着 见他右掌一起 刘培生急忙摆个姿势挡他 怎知右掌停在半空 左掌一声劈下来 他说 武学之道不能驱逆成法 师傅教你力劈三关用右掌 但是随机应变 用左掌亦无不可 他口一边说 权势一直不停 不等刘培生封闭 已经抢着他手腕向前一拉 刘培生用白云出走 顺势一怂 在招数里面暗含阴着 如果对方不觉察 空口的阅道立即被他点中 但是他现在不敢反击了 一招解开 立即收势 沉气下盘 雙脚好像钉在地上一样 你只要千斤罪地 真是好就千斤那么重 权势一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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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培生还是站不定 向前冲出两步 打了个转 转回来 变红一红 深深吸一口气 权势一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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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诚子说 你以为起手式只是客气行个礼 对敌的时候是没用的吗 虽然我们祖师爷 创造这套拳出来 没有一招是不能够黑敌制性的 你看着 身体微微的弓 右拳左掌合作一个阴 身体随着左阴之势 向前一逼 连拳大掌 正正打在刘培生左夸上面 刘培生怎么都站不住了 整个人被袁诚智打到飞起 跌回来 袁诚智跳过去 双手把他稳稳接着 放回落地 各位 肉之后事如何 请您下回分解